大名鼎鼎的钢长科主任班猎狗 竟被野狗群掏钢 这难道就是报应吗 非洲老二班猎狗 凭借着一手掏钢绝技纵横草原 不但能捕猎大象 河马等大型食草动物 就算遇到草原之王狮子 也敢去围攻 抢食 杀幼崽 被人称为钢长科主任 然而这么厉害的二哥 居然会被野狗围杀掏钢 这是怎么回事呢 野狗的掏钢技能非常娴熟 虽然猎狗作为钢长科主任大名鼎鼎鼎 但是论起吃事 犬科动物才是翘楚 被驯化成千上万年的宠物狗 都改不了对米田供的热爱 野生的柴 狼同样十分擅长攻击猎物钢门 红为犬科动物的非洲野狗 在这方面自然也不差 因此 喜好韬钢的班猎狗遇到野狗围攻时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韬钢而死 第二 野狗非常讨厌甚至是仇恨班猎狗 非洲野狗和班猎狗 在领地和食物方面存在很大的竞争 因为它们生存领域有很大一部分重合 它们喜欢捕食的猎物 基本都是脚马 斑马 羚羊等食草动物 它们捕猎的方式 也都是依靠数量和耐力 对猎物为追堵截 消耗对方的体力最后掏钢绝杀 但是论体型和单兵作战能力 班猎狗比野狗强很多 大部分情况下都能野狗 只能放弃食物逃跑 长期如此 使得野狗的基因里刻印 这对班猎狗的仇恨 见到落单的班猎狗 就会冲上去攻击猎杀 第三 猎狗的族群比较自由松散 只有在捕猎大型猎物 或者遇到强力的竞争者 例如狮子或者其他猎狗群的时候 班猎狗才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共同战斗 其他时候 普通的低级猎狗会偶尔肚子出去捕猎加餐 而野狗身为正宗的犬科动物 族群的凝聚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都要前跟多 基本没有落单的时候 所以落单的猎狗遇到成群的野狗 只有被杀死的份 班猎狗因为喜爱掏钢 被很多人诟病厌恶 看到他们被同样擅长掏钢的野狗给掏了 很多人都说这是报应 不过也有人好奇 野狗和猎狗为什么都喜欢掏钢呢 实际上 他们选择这种猎琐的攻击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他们的身体结构有限制 所以做不到像猫科那样有力而优美的捕猎 猎狗的前腿长 后腿短 无法像狮子 老虎那样跳起来锁猴 而他们站直了昂起头的高度 正好能够到猎物的肛门 野狗也一样 他们体型比猎狗还小 最大不到35公斤 并且前肢上面没有力着 四肢也不像猫科动物那样柔软灵活 爆发力更是差得远 攻击猎物的肛门对他们来说最是方便顺手 其次 肛门是所有动物的弱点 即使是狮子 大量 河马 犀牛这样的大型凶猛动物 被攻击肛门也会立马丧失反抗能力 对于猎狗和野狗这样的动物来说 他们本身并没有猥琐 不雅等观念 只会选择最高效的捕猎方式养活自己 比起可以接受腐肉 偶尔会减漏动物尸体的猎狗来说 非洲野狗是纯粹的捕食者 他们基本只是新鲜猎物 这对他们的捕猎效率要求极高 所以野狗进化出了强大的凝聚力 极高的耐力 和优越的韬钢技术 据统计 野狗的捕猎成功率高达80% 远超狮 狮 刀等猛兽 此外 非洲严酷的生存环境 也使得这里的动物们竞争非常激烈 旱即使草动物大量迁徙之后 食肉动物们会面临极为严酷的挑战 在狮子 花豹等大猫面前 体型中等的野狗并没有太多优势 所以他们除了要高效狩猎以外 还要防止其他动物的抢夺 韬钢除了可以帮助捕猎以外 面对其他食肉动物时也有一定的威慑力 一般人们说起非洲的动物 大家想到的不是狮子 豹子等大猫 就是猎狗 平头鸽等特色动物 野狗总是被忽略 但它们能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上 占个一席之地 自然不能只靠和二哥差不多的韬钢技能 野狗们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不容小觑 一来 身为犬科动物的一种 非洲野狗格外喜欢群居生活 并且族群内部非常团结 它们的群体凝聚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远超组织松散了狮子 猎狗等猫科动物 二来 野狗的奔跑能力和耐力都非常厉害 据统计 野狗的奔跑速度仅次于陆地之王猎豹 但是它们不像猎豹那样三分钟热骨 而是可以长期追逐猎物好几天 第三 野狗的智商十分高 它们狩猎的时候会分成不同的小队 一部分吸引注意力 一部分趁机攻击肛门 还有一部分趁机骚扰 追赶猎物的时候 也会分成不同的小队 轮流休息 在让猎物精疲力尽的同时 保存自己的体力 科学研究检测到 非洲野狗的身体里含有部分亚洲柴犬的基因 被称为三色柴犬 大家都知道亚洲的柴犬攻击力远超虎豹 柴狼虎豹柴在第一位 而拥有柴基因的非洲野狗也同样十分凶猛 因此才能在残酷的非洲生存至今 成为可以跟花豹 猎狗掰腕子的野兽